又到了氣象預報的時間 今天清晨最低溫是苗栗縣公館箱只有12度 而明天東北季風會稍微減落 北部東北部降雨趨緩 而北部的氣溫也會回升 白天高溫上看25度是比較舒服的天氣 下週一到下週三 各地水氣都是偏少 東半部以及基隆北海岸仍然有零星降雨 但下週四開始 又有一波東北季風增強 到時候水氣會多一些 桃園以北以及東半部地區降雨機率比較高 而下週二晚間到下週三清晨 因為輻射冷卷效應的影響 最低溫可能會降到只有12度 提醒觀眾朋友要注意保暖 繼續來關注明天各地區的詳細天氣概況 明天北部地區氣溫大約18到25度 基隆北海岸的降雨機率較高 中部地區明天是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但日夜溫差較大 南部同樣是日夜溫差大 溫差可能最高達到11度 東部地區明天低溫19度 宜蘭花蓮可能有局部短暫雨 外島三個地區的天氣還蠻好的 但金門馬祖低溫可能只有16-17度 以上是這一節天氣資訊提供給您參考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 配合 中央週末 中央 字幕